菁姐今天有打算 開出什麼樣的條件嗎 最近都還好嗎 最近狀況如何 雖然受到沒風颱風影響 台北的天空出現風雨 但黃佳謙12號下午 仍在律師陪同下 親自到士林地方法院 出席跟先生 夏克利離婚官司的辯論庭 只是一個小時後準備離開 仍沒有對外表示任何意見 請等一下幫我們講一下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開題很順利嗎 謝謝大家 至於一度傳出 9月份將會親自回國出庭的夏克利 則是委託律師出席 但過程雙方到底談到哪些議題 律師同樣保密到家 那雙方有達成共識嗎 這個就不方便說明了 還在加拿大 對 那有打算要回來台灣嗎 這個涉及案情我們就不多說了 即使黃佳謙在今年7月初 證實婚姻出現問題後 就立刻傳出要打離婚官司 正當外界一陣錯愕 好友鬥志恐現在網路發難 炮打夏克利 接著夏克利的友人也提出反擊 控告黃佳謙的五大罪狀 謝謝大家的關心 然後現在應該就是 已經開始有用司法的程序在進行 那如果有適當的時間會再跟大家說 那我也很希望就這些事情 可以趕快很平安的入幕 雖然雙方有人提出的指控 都沒有獲得當事人的證實 但從疫情後 夫妻兩人確實聚少離多 而且連網路上也渲少互動 顯然問題已經累積許久 也意味著過去16年的婚姻將無法延續 只能讓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問題 透過理性的司法途徑來獲得解決 TVBS新聞黃俊維SNG小組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